排隊人潮超級長 把華山文創園區擠得水洩不通 第21屆台北國際玩具創作大展盛大展出 一早就吸引大批民眾排隊入場搶購 是從戲職過來 然後我今天其實是金鑽票 它是有先行入場的資格這樣子 然後今天主要來的是想要去C館 看大酒保老師的彩透的東西 然後順便幫朋友就是看一下 A03或是A07有關 熟木少女的部分這樣子 買了Molly的那個一代跟三代 它現在就是在排11點的那個大支 因為它前面有10點的人在前面 所以感覺就卡到11點 排11點這邊的時間 結果感覺有一點點不公平 知名品牌Papa Mart 收穫全球大批粉絲 甚至Blackpink的Lisa也是死忠粉絲 民眾就算排隊排風頭 也一定要買到架上的那一支Molly TTF-21屆這樣子一路走來 我覺得可以算是越來越多人 踏入設計師玩具 因為扭蛋相對來說比較小 你在展示的時候就是會比較閃這樣 不可動的玩具的話 大家還是會覺得我想要擺起來好看 或是擺起來是大的 讓大家吸引注目的這樣 從亞洲最具規模的玩具大展 晉升到現在國際性的設計產業 今年展覽區域開放三個館場 四個區域 更邀請來自海內外 富奇泡泡馬特還有Toy Zero Plus 野獸國 奇異卡哇等大牌 超過146個參展單位共享盛舉 羅本這一次第一次在這種玩具展出現 然後他其實是比較傳統藝術 就是做雕塑的 希望說可以帶給也喜歡潮流玩具的粉絲們 跟客人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一面的設計 這個玩具展可以說是世界上我覺得最好的潮流玩具展 真的很多人會來 現在和玩就是近年來都是我們產品的主力 這次預估的話來到我們攤位的人次 預估大概會有5到10萬人的人流量會過來 所以我們很看好這一次的展會 TTF智利不僅是展覽 更是設計師們互相觀摩交流的平台 包含設計師藝術玩具 原創作品 當代藝術等 多元的展出內容 更整合設計藝術教育文化 提取創造更高價值 引領潮流 趨勢與市場未來走向 明日新聞 陳友在賴文萱 台北報導